針對長榮航空機師工會取得罷工權 預計會在春節前後啟動罷工 中部民航局跟桃園市政府積極協調 勞資雙方今天下午是進行了協商 僅機師外戰福利 還有星級制度取得了部分共識 還有一些要在下週三繼續協商 民航局也發聲明回應 要求長榮模擬各式罷工方案 並且提前晨曝 降低春節返鄉衝擊 長榮航空機師工會日前 已超過九成同一票取得罷工權 預計在春節前後啟動罷工 交通部民航局和桃園市政府積極協調 勞資雙方二十四號再度進行協商 下午協商結束 勞資雙方僅針對機師外戰福利 和星級制度有部分共識 公會表示二十五號理事會會討論後續罷工 相關細節 長榮航空公司也承諾會將討論內容 帶回延商 預計下星期三進一步協商 針對航空公司罷工旅行業者呼籲罷工 預告期要提早一個月以保障出國民眾及旅行社的權益 消極會也說過去三次航空業罷工最大受害者都是消費者 要求主管機關適度介入 二十四小時前來通知的話 旅客跟旅行社是完全沒有應變的能力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遷轉 去改變航空車 消極會認為除了要有一定時間的罷工預告期外 也不能將罷工認定是不可抗力因素 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必須負起消費者損失的賠償責任 另外對於航空業罷工旅遊不變險的爭議 金管會表示長榮機施工會目前還沒有實際行動 對於已經購買旅遊不變險的旅客 保險公司不可以不賠 記者詹淑雲 桃園報導